来了来了 妈妈 你们终于回来了呀 快换鞋吧 你我玩得怎么样 很好玩了 而且吃的也好好吃 你吃了没有 我吃了呀 我等你们回来我都饿死了 我还等着那个啥呢 等着你们回来我还洗澡呢 洗洗吧 你没带钥匙我看了一下 我洗了谁给你们开门 不把我冻死了 这都几点了才回来 妈妈 我给你说一个事 啥事啊 爸爸在看你的手机 看我手机 看去吧 爸爸都看了好久了 看了好久了 好吧你出去吧我知道了 好 你干啥呢 没错 看手机 你巴死我的手机干啥呀 我看这偷包了 都没了啥东西 这都啥东西 你没事干 你巴死我的手机干啥 这都啥东西你卖的 什么啥东西呢 啥啥啥 哎呀 我怎么 怎么了 什么胸贴 什么这个什么 这是屁股同地儿 这啥东西屁股同地儿啊 你啊 屁股同地儿怎么了 你管那么多干嘛 你管那么宽干嘛 我想买啥就买啥呀 你啊 你这是侵犯人的人隐私 知不知道 服了你了 我可笑的你简直是 没啥呢 你说你买的都啥东西啊 怎么了 你胸贴我还可以理解 屁股同地儿是个啥啥 你不是前面说是 什么都没有吗 什么都没有 你美好 美好东西还是什么都没有啊 美好东西 不都是假的吗 假的怎么了 我愿意 我愿意假的怎么了 人的身材 不可能是十全是美的呀 肯定是要有一些欠缺 然后用外界的一些东西来补上嘛 你穿衣服会好看一点呀 你穿衣服还是假的呀 你穿衣服 你这叫侵犯人的隐私 知不知道 你讨不讨厌你 你穿衣服没事干 你看我手机干啥 你怕我手 你扒死我手机干啥你 看你淘宝上 到底买了多少东西 花了多少钱 都买了啥 今天买现在就没用 我看你就过不去这个坎你 你就是害怕我双十一 买东西太多了是不是 你花了九百多块钱 我给你 你也真可以啊 你九百多块钱 要割平时的话 那不低小两千 不是你想买 你买了个通电是干啥 你要干啥 我想过段时间买个旗袍 我不是很少穿旗袍吗 多天要穿旗袍了吗 你在家里录视频 你要起给谁看一下 你旗袍 什么叫起给谁看一下 你多天穿旗袍干嘛 我问你 我想在家里录视频用 然后呢 这个旗袍呢 它对身材的要求比较高一些 你知道吧 前凸后翘是吧 嗯 你会不会聊天你啊 不会 我看你聊这些 你就到处聊挺溜到你 我还没说呢 你你你你你今天在外面玩美了吧 吃美了吧 吃美了 还没说你呢 嗯 怎么了 给多少钱 随了多少脸 哎呀 随了500 你抱吧 抱个屁抱 抱一半不行吗 没抱一块吃 你抱一半啊 我现在心情不太美丽 谁让你刚才偷看我手机的 还翻看我的隐私 你没看过我的是不是啊 我手机上的配 都快被你翻那了都 天都完了 天都完了 看他这手机 还还是隐私 那你说的什么店 这个店那个店的了 你你什么什么 前他后 叫什么 怎么说的 前什么 前他后屏 哦前他后屏 你说这话 我能心情美丽 还给你报销呢 有没有美女 什么也没美女 吃饭哪 前途后翘吗 多了 全是前途后翘 你想干啥吧你 我这病人呢 身体不舒服 你就不能说几句好听的吗 今天饭饭不够搞 玩了一天才回来 然后就跑到这来 在那地方 把揍我手机看 还说一些这么不好听的话 你让我心情能美丽 还让我给你报销 报什么销啊 报销 人家又是全是美的 你就范冰冰长得那么漂亮 人家还有缺点呢 身材 有缺点 他也是 那个哪 臀部那块 有缺点 谁跟你说 人家撬了他 不撬那种 人家那么有钱 不可以做吗 我问你 谁天生都是那样的 脸又长得好看 身材又好 皮肤又好 娘爱 我的天啊 好神奇啊 有这样人吗 心地又善良 是吧 又对丈夫孩子好 又顾家 有吗 他把你说我这样子 不化妆好看 还是化了妆好看 都好看 他就是不让我露他的脸 要是我能露上他的脸 你给大家看一下 他那个表情 你把人气死 这表情是这样的 都好看 我告诉你啊 以后再不要翻我手机 那你别动我手机 我动你手机是因为我想看看你的零花钱还够不够了 私房钱还多不够了 你就是在递着我的私房钱 是不是叫够不够 不是我的意思是我想你要少了我就给你再往里面转账一点 是不是 我啥子也没见过转过 我就这个意思呀 你真是好心当驴肝肺了 你要再偷看我的隐私的话 我就改密码 那叫隐私吗 那你为什么 你问我淘宝上买多少钱不就得了吗 你为什么还霸着我手机看趁我洗澡的时候 早了不能看吗 这就是偷看 我不洗澡的时候你怎么不看 你给吗 你给我也给 本来早了想给的 我就先试试试 我先试试试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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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